这是一颗卡特兰 三周前说过它颜色当时还是粉的 现在颜色你看变淡了 贴皮子一纹还是有清香非常舒服的香型 今天要说的是它 它见过吗 花店里头网上看看牌子 专门给兰花用的喷的 今天说它今天的主角是它 我这一瓶是去年也就是一年前 一年前的今天不是今天就是差不多一年前左右 在Sheridan Nurseries买的 Sheridan Nurseries是一个专业的最大的安省的连锁苗圃 那里都是不错 当时只有室内花因为还是天寒地冻 现在是一月份多伦多 当时天寒地冻的时候我去买这个 我就是想我的兰花快要涨快快涨 你知道那种特别期盼的心情 特别对于新手来说 我买的时候店员一个非常有经验 看上去很有经验 一位小哥 不是小哥 就是老哥 比我大不了几岁 看上去 听我经验的 他说你为什么买这个 当时我还手里拿着 一把夺过来 他就给我指 你看你数了没 0.02 0.02 0.02 这是什么 但磷甲的含量是0.02% 当然啦 他这是直接就可以用的 直接就可以喷的 所以呢 他就给我说 这个当时买的我还买的十几块 十一二块钱 买的 他给我指了一下旁边的兰花专用肥 也就是十几块钱 一大包各种各样的兰花肥 也才一二十块钱 那么一包可以兑多少 你知道吗 每一大包至少能兑100瓶 200瓶 像这样的 含量浓度极低 极低 看看这个 这是朋友送的 他们家不用了 他们家用完 这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将近一半 这个 5块钱 这个 我买了 12 3块钱 而这个呢 他只有蛋铃甲 他上的写了 都告诉你了 而这种呢 他蛋铃甲 不仅仅有蛋铃甲 还有很多微量元素 这些也都对兰花生长 对所有的植物生长 都非常有作用 是呢 不知道什么东西迷了我的心窍 我看到这瓶子多漂亮啊 这花画的多大啊 手感多舒适啊 这喷完了喷到叶子上 马上就起座 这人一旦钻牛角尖 就不太容易出来 就非得往那坑里跳 这真的是坑 在看它的效果之前 我用了一年了哈 基本用完了 我用了一年了 我可是有实际经验的 你看见花了吗 别光看这个 待会再说别的 这个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说喷叶子 喷兰花叶子 对兰花叶子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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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有效 往哪喷都不要往花上喷 花上一喷就花了 全是麻点很快就卸了 我用它从去年开始就给这个兰花 时不迟一两星期喷一次 均匀的喷一次 喷叶子也喷根都喷了 开花了吧 开了吧 看看我这这么多的卡特兰 全都喷了 全喷了 开花了吗 没开花 有经验的人到这时候就会说了 养好兰花开花 养的好能开花 主要不是靠喷这个肥 主要还有其他的温度光水 植料 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第一个结论 就是养好兰花 首先 你别老去迷信这种东西 你知道这一个 这还有说的呢 还没说完呢 这还没说完呢 好 养好兰花 首先要给它提供合适条件 开花是下一步 所以不要迷信肥 兰花当然也需要肥了 也需要肥 但是呢 这个要比这个便宜多了 多了 这个太贵 有作用吗 有作用 太贵 太贵 而且它的作用啊 大家也看见了 它的作用 大部分都是只是长叶子 为什么只长叶子呢 我再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那么多都长叶子 我这个长这么多叶子 还是我想了想 还是真是有原因 因为我给他们泡水的时候 用的是 我自制的有机肥 这就是我自制的有机肥 什么呢 那是橘子皮柠檬皮泡的水 它富含 它是含有一定量的淡肥 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叶子长得还不错 长了很多叶子 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就是最好用均衡的肥 长完了叶子 还是要看花 是不是 而自制的肥 往往比较 它的 如果有肥的话 有肥力的话 它的肥往往比较单一 买这么一个五块钱 现在就说涨价了吧 十块钱这么一瓶 可以用好几年 你省多少事儿啊 重要的不是省事儿 也是有效果 所以我也得出了 静解说话的同样结论 如果你有条件 如果你有条件 你还是买现成的 专家给你配好的肥吧 自己的肥 就是当做自娱自乐 好了 兰花肥就说这么多 欢迎在下面留言 咱们多多讨论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